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科技雜訊網台版 之前那一節經歷了貴貞不貴多的科技測試錄 就來到我們第三節的電碗新聞用電碗測試錄 因為今節也有些測試 首先介紹一些新遊戲 遊戲好像不算很新 其實不是新的,只是不知為何這個星期很多 因為前陣子有Steam的SummerSales 有Steam的SummerSales 會令我的人突然特別關注遊戲 沒錯 Sales的用台是這樣 插開一點講講 Steam的SummerSales真的很差 他這次的Event變成賽車那個 我看到尾其實也不太明白做什麼 所以他就出來道歉 他怎麼拆法呢? 就是他有一個賽事的遊戲 你知道Steam的 每一次Sales給一些遊戲 對,給你儲卡 這次的遊戲就是大家分隊賽車 大家選一隊 經濟爬山路而已 對 你買遊戲就有點數 你的點數就可以幫你的車入址的時候 就補東西 但是整個遊戲的Structure 是令大家不知道去做什麼 對 他最糟糕被人吊了一個星期的東西 你貢獻得最多分那個 就可能在你Wishlist上面最頭的那個 就可以贏到一隻遊戲 就是要拿一隻遊戲走 對 課金課得多 那你就可能會有隻遊戲不用錢的意思 那你知不知道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是不是到底我應該 在這次Sales買那隻Wishlist上面的遊戲 大王你想得太簡單了 那些人當然是用排除法 用Wishlist裡面 我有遊戲可以 就是有機會免費 有什麼免費 我當然是選一隻最貴的 選一隻 什麼春Deluxe Pad 什麼春都齊了那些 那我刪除其他Wishlist上面的遊戲就可以了 結果很多Indie廠商都走出來 吊咬Steam就是 因為可以看到數據 他可以看到有多少 加了Wishlist 對 他們說看到的圖片是直線跌的 就是因為你這個活動 搞到他們的關注度被人搞亂了 其實他改一改一改 會不會改造你的Wishlist上面最貴的遊戲就可以了 他之後補了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Wishlist上面 最貴的EVENT上去最頂 那我們可能派獎品的時候就是派最頂的那隻 這樣 或者其實你 加個功能給 這隻Game是我玩這個EVENT 我想得到的東西 就像那些APPGame那樣 有時候有些Pool 可以讓你選定哪張UR 才來抽 這樣玩就可以了 那很明顯 都沒有人看這隻Game 搞到最後 就出來道歉了 又說我們會多派五千份獎品 那你都說廢話了 真的 那他應該好少少的 有個EPIC那邊之前 搞完那些什麼都不給你 那些 這個另一個話題 但是這次SIM Sell 是的確搞到一件事 也都很明顯 這間公司在這方面 可能沒有這麼多人去看 因為你如果說過概念 是有趣的 但是實際實行在上來 就看到很多掉漏 嗯 那說回今天要講的遊戲 就是Riot Silver Unrest 嗯 那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在Facebook 很多遊戲網 分享這遊戲 大家看看 當然那句 有Sales 那很多遊戲 可以讓大家關注 那這隻呢 很多人就形容 在這個抗爭示威 simulator 那什麼Later 沒錯 其實它是一隻8bit的Indie Game 那它所玩的就是 你扮演這個警察 或者示威者的角色 怎樣在他們編制一些 歷史事件的劇本上面 去進行示威 例如它會有一些 意大利、歐洲 甚至是這個 中亞的一些示威歷史事件 去給你做Simulation 那包括你扮演示威者 試了一會兒就可以唱歌 去振奮士氣 嗯 唱今次我 那它是這樣的嘛 那它沒有 如果它給你換歌 它自己放MPV檔就正 不知道 那它只是 它按了技能的時候 就是在那裡 唱完又有一隻 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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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這隻是一概名曲 對嗎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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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都會有一些技能 或者道具可以用 但是我玩的時間 沒有很多 但是我也知道 例如扮演雙方來講 都有不同的裝備 有不同的人員去upgrade 就是for example 你示威者可能有一些藥物 可以用暫時抵消一個出去彈的效用 示威者也可以從這個 和理非模式變成這個 衝的 衝鋒子 衝鋒子的這個 模式 模式 那它也都有一個所謂public opinion的這個system 就是譬如說你整場的示威是和平的 那可能那個言論風向就會轉到一邊一邊 那如果你是扮演警察的 你用很多不同的裝備 或者public opinion也都會轉的 可以說是一隻simulator 那的確玩下去它AI不是特別精良 就是有些粗疏的 有些粗疏 你有時會看到它的示威者 其實是遠遠的警察又不知在做什麼 只會打來打去 另一方面 第一次玩下去的時候 它是完全沒有tutorial的 一下去就是給你遊戲的intro去玩 當然它一開始的任務是非常簡單 例如 守住一個地方5分鐘 或者衝進一個指定的地方 幾多分鐘內闖進去 你就可以過到一個關 雖然價錢也不是很貴 我銷售之前買的都是五十塊港幣不夠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加上它是有workshop的 即是可以自己做情況 沒錯 我也看到一些我們很熟悉的歷史情況會在裡面 即是例如 會不會有人把我今天發生的事情弄下去 不知道會不會 即是弄在一個彈甲地體裡 你拿一把傘圍繞著彈甲燈 我常執拌到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 這樣很難做 我真的在拿著機器一邊看 一邊聽著藍哥說 一邊看著這裡 這個會跌彈甲的 我真的想你寫遊戲的東西 都不懂得寫 但我好像看到 不知道哪個國家1980幾年的情況 那些情況 ELC 下載而已 下載而已 不是那個workshop自己做的 哦哦哦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在廣場上 你當然是說1984那本小說 這個電瓶監控的 你當然在說這個 有白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對 對 老實說 這個遊戲 我覺得未必真的很好玩 但作為一個simulator的概念 他的確挺有趣 也都我想作者 也都research過他用那些不同的歷史環境 都是應該真實發生的一些示威事件 但是 這個就有一點不關遊戲的事 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藍哥錄下了一些gameplay 我可以開麵前仔再看 看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不知道會不會玩的時候 有一點心傷的感覺 我不懂形容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你會連繫到其他一些事 不知道是不是你個人 想到其他一些情況出來 好像有少少有少 我不知道有些emotional那部分 有些流流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 玩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說 可能大家玩的 就自己注意 如果你說 情緒有點繃緊 這陣子也有點累 那就可能先玩一下 我覺得 不是說直接不要贏 可能有些事情 到你的emotional 會有些 不太舒服 你可能先玩著卡機 先加在那個wishly 看看下次steam 會不會又送這隻給你 這樣玩 這樣做 這隻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說一宗 其實不是新文 是舊文 只不過這段時間 突然在台灣的PTT 被人找到出來 就覺得有少許有趣 嗯 那說一說的topic給大家聽 就是 還原前中國代理發行商 租上海市政府 吊銷營業執照 嗯 那還原的情況 這是什麼game來的呢 那我都不用多說了 不用多說了 都一來大家知道 我也有說過 還有節目做過 沒錯 那當日和還原的赤竹公司 那段斬籃的這個 上海骨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這個割蓄籃 對 那原來在6月的時候 被這個 上海政府 已經撤銷了牌照 即是那間公司被人切了 對 即是斬籃 都要切 都要切 那你看看 就是 我國政府是多麼 那段執行執法 對嗎 即是都 撤銷牌照 對 那我拿回他那張 行政處罰 決定書出來 讀得大家聽聽好不好 好 你讀得激昂一點 外國一點 我讀不到 哦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用聽說他就這樣 經查 當時人於2019年2月19日 至2019年2月23日 通過Steam平台 經營網路遊戲還原 在遊戲部分畫面含有法律 法規規定禁止的內容 危害國家安全 社會公共利益 Code完 那看看下面的主題 有兩個問題是 How How 那槍圖怎樣 搞到這麼危險 會召了一個 爆炭星人下來打的地方 我怎麼知道 他說是就是了 我們現在說到 很嚴重 根據利用公司名義從事危害國家安全 社會公共利益的嚴重違法行為的 吊銷營業執照的規定 決定作行政處罰如下 大大隻字寫著吊銷營業執照 真的 割完一隻都要死 喂 賣了幾天 剛才我看買了幾天 19號到23號 幾天 有幾天時間的動亂 多衰 是啊 顛覆國家 真是可惡 飽藏和心 飽藏和心 再次證明 之前聽到 就是Rumor 聽到 嘩 以後買遊戲可能會靠 credit 現在 隨便買那隻 很愛國那隻遊戲 那隻遊戲那時候 沒說過 漢奸 Simulator 啊 不是應該不是叫漢奸 Simulator 那隻 我忘記證明是什麼 間諜 Simulator 是啊 但是最後有一個結局 在幾十年後 你做了這個間諜那麼久 被日本鬼子陷害那麼久 終於被國家承認 有一個官員跟你去SALUT 是啊 那隻我到現在都不敢玩 究竟笑又玩不到 不是笑不是笑 就是我太感動 一邊玩一個痛哭流淚 太感動 那個人太emotional 做不到 你會笑的 結果是說你在日本做日本人 哈哈 竟然會有些中國的人 想做日本人 這麼在一起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好笑 對 好笑 好笑 過要把鄭家榮的圖出來 對 好笑 對 講這宗新聞給大家聽的原因是什麼 再次證明 這個國家 有多麼嚴厲執法 有多麼對我們的遊戲事業 那麼關心 不是 是啊 大王打這個哭流 真的非常適合時間 我不是 喂 喂 我貪慕我不是假裝的 我以為你有心 我不是 我真的打哭流 不好意思 我真的打哭流 大哥 你不要把我哭流去做我才行 你真的 我相信第一題 我剛才讀 很真心 讀那個行政 信 行政的處罰令 都已經是2019年6月17日發出的了 他說如果不服本決定 可以收到本決定書 要離開60天內 向這個政府有關部門去做福義 我就不知道這間公司會怎樣 福義完之後 連去福義也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 誰提出問題的人就非常之 最簡單的事情 參考一下謝華為那件事 順帶一提 現在赤竹暫時都還未把還原放回Steam 我想和這間公司的法律問題 甚至是其他的東西 我想暫時 其實他可能只想台灣區 在另一個區買不到 就做這些 很難說 我覺得 可能比公司的東西太多 偶然 又不是偶然先 那些東西 沒有很多聯繫 唯有祝願這個 反效的電影版成功 其實他可能真的拿一隻Game 我覺得他可能要做另一隻Game 去再搞 可能是不可以用還原這隻Game的名字 可能要把我當作做另一隻Game 把這件事抽過去 就是有點像什麼 這個什麼 PugG和黃瓶精金 我不是說笑 當然你不要預計 可能國外上架 但可能要用這方式 去令到他在Steam 可以在其他地區買 我猜他下一個步驟 可能就是這些工序 我甚至比較悲觀 我甚至覺得他們要解散完再重組公司 即是可能不叫赤竹 叫做藍竹 那些東西 不,直接要改名 即是不可以叫赤竹 當另一家公司做 原班底過去 可能要的 那 都希望現在公司的快機 結束好 搞得怎樣 沒錯 這隻遊戲就差不多了 但是下一隻Game 講來幹嘛 這隻髒話 這隻髒話 我好像還沒說他 對後續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 還有他的測試都一鑼鑼鑼的 對 一直來的 一直來的 所以雙周節目 我也是要說一下 拿來笑一下 那 說什麼呢 又是說363 那 繼我上次講完之後 又有新聞 那 因為363 已經開始接近他的發售日期 那也跟他Kickstarter 的backer 大家說 就是說 我們的實體版 怎樣 我們的Key 又怎樣 上次講過 他Steam 不給 那 他實體版 我就覺得他更加 麻煩 那 PS4版 當然會給你 你 只要上去 好像 Manager 選擇在哪個區 那 你也要選擇 不是你玩不到 但是 PC的實體版 我就覺得麻煩 非常 非常有趣的決定 你覺得 PC的實體版裡面 應該會有什麼 有隻碟 然後 拍下去 然後有個 安裝程序給你 為什麼這麼天真 大王 一隻PC實體版的遊戲 我頂盡你安裝 那一刻 彈了某個Store出來 然後幫它安裝下去 我心目喜歡實體版的 那隻碟就是這樣 人家說實體版 那隻CD會給你的 但是CD裡面 就是Apple Game Store的程式 是Game Store的 安裝器 你是不是覺得很麻煩 浪費資源 直接這麼多Mac 我只把安裝器放下去 喂 我也不說Steam和 Epic的安裝器問題 我不說這 你給我一個實體版 你竟然給我安裝檔 你幹嘛懶惰 我記得以前 我很多年前買過 好像大王版 正版CS原點 是安裝過Steam的 但是他不知道 幫我安裝到Steam的桌子裡面 是這樣處理的 以前我們 就算買Level Odeck 那時候 它裡面是有那隻 遊戲的碟 即是你放了那些碟 它就幫你安裝Steam 然後再自動 就幫你安裝 那些Level Odeck 把它安裝到那個桌子裡面 你正常這隻碟裡面 至少有一個遊戲的 可能Version 1 Version 1.0 怎樣也好 最基本的Version 你至少拿回Content裡面給我 即是當年Level Odeck 什麼CS的實體點 你是安裝了Steam 你再幫我把遊戲的Content 放回去 你不是安裝完之後 叫我可以在上面 自己下載的東西 肉酸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 浪費之餘 就是肉酸 真的 即是我現在這樣說 噁心在的是 我現在上的的士 我跟的士說 我現在要去元朗 跟著的士司機 車用個西鐵 自己坐西鐵過去 他現在給我這個感覺 那我幹什麼 你截的士 我寧願他 即是他給你一個CD key 只是CD key 叫你上哪裏 下載的install 你不要有一個碟裡面 對 連碟都沒有 那你就這樣給裡面 有一個盒子 裝著的套餐 就是做一些簡介 什麼東西都好 你這樣我更好一點 這樣更好一點 你燒一隻舊碟出來 只有install 我真的不知道要幹什麼 浪費地球資源 一隻碟裡面 你只燒過那個 那樣的安裝檔 那就非常昂貴 他唯一可取的就是 他答應了是可以退錢的 他最初不肯的 是啊 是啊 然後被人吊得多的時候 然後現在才說 好吧 好吧 我們可以退錢了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思維 所以我覺得 你是一個眾籌project來的 你要他退錢 是老林鳳的 即是 不是特別可取 即是不是王一浩蕩 是老林鳳 你是一些東西 你給不回原本人家承諾的東西 人家是有資格要求他退錢的 那個platform處理 是那個platform是 但是就不代表你是正確的 363怎麼說呢 當年 我是在我的朋友 我玩過362 他那隻遊戲很過癮 當年 我有想過363好不好 等他的衣服 真正出世的時候 然後就買了一隻 一二合集回來 然後就 一套一套 但是對不起 現在送價不掉 我一二我都不是 他還有一件事 即是比起實體碟這個 都不夠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再按夠一點 即是他當初 P-Order的時候 即是他那個 Kickstarter的那個項目 就跟你說 他P-Order的時候 會有些什麼跟進的 那時候已經寫到明 我們會有些什麼 的item 那些 那現在呢 他跟你說 他原本他放在P-Order 即是送給你 那些 送給Bekka 那些的item 現在跟你說 不行了 現在要付錢 你是不是覺得又很天真 大鑊 不是啊 怎麼說 那時候有隻鬼佬那張照 那個佬就爆炸了一句 叫什麼 Mindblown 對 什麼Exploma Fuckingmire Oh my fuckingmire Oh my fuckingmire 白時代的設計 即是等於現在無端端 是不是什麼 你訂沙巴P-2077 然後就跟你說 現在的OSC要收錢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有沒有理解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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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點理解不到 我在想 我在想 不想像是這麼狠狠 應該是我想錯的 我在想 應該是我想錯的 應該是我想錯的 沒有人這麼狠狠 如果真的這麼狠狠 那這件事的揭發 就是有人去客服 問的問題 因為他說看到之前 出P-Order的資訊 好像有些東西少了 那些 那他就特意 就傳了一些 E-mail 去問客服 客服 就回答他 他就說 will not incur 這些 items however they will available for sales separately 即是說得到明 是要收錢 這樣 即是 就是 賤錢開眼的程度 我都覺得是 都一絕 現在近年 肉酸到混蛋 即是肉酸到一個 不能再肉酸的level 那 所以引申下去的討論 第一就是 有人覺得 根本 這壇 Kickstarter 又出來 拿完錢 就不認人 我有少許感覺 覺得是 因為Epic 進入了 之前呢 好像錢就不當不當了 大家過來都叫聲老闆 到現在Epic 幫我水下去了 現在發覺Epic 舊水 很大 你們所謂我的支持者 你的錢已經不再重要了 現在你們不再是老闆 你們是臭雞 所以現在他就當了一群人 是 你想要這樣的賤品 你想要實體碟嗎 啊 裡面只有一個 Epic的設計 那個東西 拿去洗一臭雞 他現在是這樣的態度給你 他現在就是Epic 給你那些錢夠 所以現在就不用再管 你們這群人有什麼感受 就是 我覺得是背叛粉絲 那一個層級 再推前一點 有些什麼人會背叛你這個項目呢 就是你最忠實的那群粉絲 你現在敢要去對那群粉絲 都可以 我部分同意大王剛才的說法 是因為 Epic那筆錢 一定是起了這個所謂激化的狀況 但是我在想 本身呢 有Sony的水 其實我都覺得他出來騙錢 就是有些 就是當年也沒有騙到這麼厲害 他真的可能要錢 但是經過Sony泵水 再加上Epic再泵水的話 我就會覺得 跟大王的說法差不多 我是在想 Sony會不會當時 跟他的conditional offer 即是說你去到什麼數 有些籌款那些 那些籌款是說 你這個籌款沒動 你籌多少錢回來 另一個善長人中就說 你籌到100萬回來 我這邊就會給你200萬里 那一隻 我懷疑Sony跟他 是不是就是這一類的conditional offer 所以我那時候說 你back 你back到1千萬回來 我就給你1千5百萬 總之給你1.5的 或者給你兩倍 或者給你對等 所以我懷疑可能是conditional offer 所以那時候 那麼重視大家的回應 那麼重視那些粉絲 但如果你說 你一間公司 或者你一個製作團隊 如果你真的重視那些粉絲 我當你是有Epic 那些東西殺出來 搞到那麼多 搞風搞雨 你都不會這樣對那些粉絲 你如果說 Epic給你那些錢夠 你這些應該做得好給別人 你現在就是 我發現那些錢都夠 我管得你那些人退不退錢 那些人真的會去back你 就是你最忍忠實那些粉絲 這遊戲我說明 你有人送給我 我都丟掉了 我不會送給別人 我不會像那些藍絲 自己買寶寶 還回去賭我去買 我不會的 如果有人送一隻碟給我 我才會拍碟或者丟 不用拍碟了 沒有碟 沒有東西的 沒有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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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PX4版 我不會自己買回來拍的 我一定 你拍到PC版裡面 沒有瘋的 我敢說 你有人送給我 我不瘋了 我一定丟掉你 所以為什麼 我不會送出去 別人說Blust Sting的聲明 是還屌打你 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說他那邊有Bug 但是上次說 他一邊有Follow 他跟回Bug 以來之前 大家的Feedback說不好的時候 他也有拍過那段影片 就說 我知道你說什麼 就是坐在那裡 牛著一杯紅酒那次 那邊 我知道你們現在有什麼事 我逐樣再去搞定 你當然可以說 可能他沒有epic 一下子就水下去 就不要這樣做 你不要理那麼多 敗結果論來講 那人家真的沒有 當那群粉絲臭雞 那現在沙漠你真是當 不是 我為什麼覺得 這個遊戲的問題 沙漠這群人等了你 多年了 等了你多年了 等了你多年了 還要去Bug 你這隻遊戲 還不知道出不出到 這群人忠實到 因為我認識這群人 真的等沙漠等了很多年 我絕對明白 我還覺得 你那隻癡心情長劍的level 真的更厲害 等Oasis 復出那群人 我唯一 我唯一可以compare 等這個FF7 remake 更多的 對 你現在出賣這群人 我覺得整件事很糟糕 你說如果Brustsing 我還覺得 你玩了那個人 你不是等到什麼 但是你去到這個level 你是等了幾多年 當日你還記得 那時候的game show 那個人興奮到 翻兩張桌 你現在就出賣了那個人 嗯 那你這遊戲做什麼 對 吃屎 那我們說了那麼多 第二樣東西 我要延伸 就是一些epic的討論 因為近來我都看了不少 文章和聽這個podcast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我們的節目 經常在那裡 epic store 說他 爭陽去的事 爭陽下去 多有創意 嘿嘿嘿 那我看到一件事 另一種言論 挺有趣的 就是說 就是要用比喻 就是說你延伸epic store 根本你是偽善 你根本是跟這個幫助成哥 去延伸這個759一樣 跟剛才第二節華為那些人 延伸那個人 貼布爆了的機材 有什麼分別 就是說 我說一說它是理據 它的理據就是 Steam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如果你經常玩什麼epic 是這個沒有職業道德 沒有商場的 moral ethics 那些什麼 Steam根本就是一個 殺人的職犯來的 老師我回答問題 剛才一開始 我們經常吵epic 說它們不好 那我case by case 我在說你不好 Steam做不好 就不代表你哪會好 我們這一節一開始 真的很公平 一開始講完Steam不好的東西 我可以兩邊罵了 老師 那這個答案如何 那進入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那去到下一個 他們提供的一個 論據 就是說 如果epic不是進行 這種商業策略 它是打不進市場的 因為它用 就是gog或者其他 store的 範例 就是說gog好像 大家說 我都是DRM其他平台都可以用 你給的數目 都是給不上Steam的 嘩 這個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 又是犯罪學那些 詭辯 如果有個獨立 它不出去強姦 它這輩子都不會 很厲害 那就是代表它強姦是沒有問題 老師 我這個答案是怎樣 他們會進行下一個辯論 就是說 你可以不喜歡 即答不到我才有問題 不是 那 答不到 我不是 不是 我明白 我明白 對不起 正得如我不是 正得如我不是Apple粉絲 我怎麼回答你 哈哈哈 我真的想拋出來 給大家討論 不是 對不起 對不起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不用說 大王開始 你現在說對不起 不是 到下一個就是說 我會有一部分同意 你可以 不喜歡epic 但是 不可以將Steam的商業策略 就是當成是聖人一樣 我故自然是同意 但是 我會去到 都是想那件事 就是 為什麼我不可以打算epic 那 他一開始的論句 我們不應該這樣打算epic 而他最後的因就是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打算epic 因為 你不可以將Steam的那些東西 當成是光環 當成是它是好的 這句話 中間沒有邏輯關係 嗯 我不可以打算epic 是因為Steam 都不是那麼好的 那你說 隔壁 隔壁 陳絲拉那個不是那麼漂亮 所以你老婆也不算醜 那問題是 陳絲拉可以很醜 隔壁 隔壁那個人也可以很醜 你老婆那個人也可以很醜 嗯 兩件事沒有衝突 哈哈 那個邏輯關係在哪 當然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 都不可以做到 就是 你一憎epic 就是說Steam是很好的 這件事 不可以湊松倫的 一定不行的 因為 座位座位都是垃圾 對 你可以兩個人都是混蛋 對 座位座位都是垃圾 這件事是OK的 但是 就算我當阿士還沒死 還在這裡 你可以兩個台庭一起不要看 你可以認識那件事去 你就不會說 阿士那件事都很醜 大哥 就是鄭壽包那些 無私台庭都不是那麼差 你不會這麼說 可以兩個台庭都不要看 是不是 加上我要加入這個個人感受 我絕對今世 都不會在epic games買東西 就是這個騰訊 嗯 當然 你可以說騰訊只有四成 還有他們只有資金 都四成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會引入什麼 監察技術 會不會是epic games 不知道監察你報到什麼 陰謀論說 這個真是陰謀論 你當我化瘋 你說他四成 這人經常說一個點 就是 他只有四成 他沒有話事權 所以他不會有任何決定 可以下去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但是問題是 他有四成之金 如果他倒轉跟你說 我現在要你加一塊東西 去監控別人的電腦 你不加的 我抽走這四成之金 喂 這句說話 已經可以令到他立即跪下 含倫了 嗯 有沒有說錯 對 不可以說因為他只有四成 沒有 就是 不要看那麼多TVB 你不要整天當是TVB那些 現在我已經得到這間公司的 51%股份了 現在我贏了你了 其實剩下49%的人 只要現在這樣說 我立即撤資 我撤了這49% 那就可以了 你不要看那麼多TVB 那些契弟 只不過我想拋磚引玉 讓大家去想想這些 因為實在看到太多的討論 我覺得都要看一看對家的討論 就是究竟為什麼這麼Pro 他們很Pro Epic Games 就是說終於有一個 真的可以扔錢出來的競爭對手 可以陷動Steam的 這個我贊成 陷動Steam的所謂 就是獨裁的 在市場獨裁的一個地位 應該說 就不是比Steam一間獨大 有競爭者加入了 是有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個市面 原本有一個強姦犯 周圍強姦人 現在多了一個強姦犯出來 跟這個強姦犯差別物 那叫不叫健康 你女兒有得選 你女兒有得選 強姦犯選了 不是女兒選強姦犯 有兩個強姦犯 A和B幾句 小姐你選誰 你不會這樣問 但是那些遊戲廠 可以選擇去不去Epic Games Store 那邊強姦員 你會給錢 當作叫雞 Steam那邊 就問你拿回錢 你用叫雞 現在這隻雞可以選擇 做誰的生意 無意沒有任何行業的人士 整個電腦界 整個PC遊戲的市場 很難不健康 說了沒有 所以也是拋出來 讓大家想想 究竟你想買 在哪個店裡買 我必須重新一次男哥 我拋斥他們幾點 不是拋你 不好意思男哥 我真的拋不了 大哥 我代入不了 我只是說他們而已 不是說你對不起男哥 我不是說你 我說在座各位 對不起男哥 不過我也想大家在買遊戲的時候 無論你買實體版 甚至引申到你買主機版 你去GOG買 甚至是其他的時候 會不會想到某些東西呢 這樣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去 自己討論 或者自己去看一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拿出來 大家聊一下 不過說完這一宗之後 還有一間公司的新產品 可以說一下 真的沒有想過會說這間 我們平時在這個節目 都很表明到你的態度是怎樣 無所謂 如果有些有趣的 值得說都說 真的有趣 我覺得很有討論的空間 在討論的空間上 挺有趣的 最需要今天身宿不在 對 就是著名的淫團 不是 sorry 那個粉絲 對 對 那要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 老飲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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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包括這個黃色灰色和藍綠色選擇 嘩 嘩 嘩 這部東西 就是當堂嚇一跳 然後就 嘩 或者這樣說 Switch這個名字是怎樣解釋的呢 那時候是怎樣 他左右有一樣東西 退出來 因為可以轉來轉去 又可以 手提模式 又可以 Switch了兩個手掣出來 就不知道拿著手 就當螢幕放在這裡 跟著又可以落個 docking 就變換了 變換了下去 做家用手掣模式 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所以才是Switch 不好意思 在這部Switch的Light上面 這些功能就切斷了 我讀香港官網的一個新聞稿 好嗎 Nintendo Switch Lite 控制器和主機一體成型 體積少 輕巧方便攜帶 由於是手提專用 所以無法將遊戲畫面 輸出到電視 但可以利用手提模式 來玩所有Nintendo Switch的遊戲 軟體 這裡有星星的 我收到星星眼 我收到星星眼 即使是支援手提模式的遊戲軟體 若是用到Joy-Con的功能 包括HC震動 動感IR照相機 Joy-Con 來自動作感飲應器的遊戲軟體 就是玩法因為沒有SwitchCon而受到限制 關於遊戲軟體所支援的遊玩模式 可以參考它的遊戲背面的一些介紹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今天才知道 因為我不是很Pick up單身 是 不可以TVO嗎 沒有啊 所以我剛才不是猶豫了一會 這部是手提機 我以為可以TVO的 我以為可以TVO的 當然不行啦 PS Vita可以TVO的 PSP都可以 對啦 這部是Live 即是甚麼 當年Game Boy好像有人TVO出來 有三色線 對呀 Game Boy做到 Game Gear都可以 你有沒有看過他的照片 大王現在表情非常有 我以為有一個洞可以刺進去 哪有啊 你想多了大王 他還要說因為一體化 哪一個也有啊 剛才一體化 我不是說他把那兩個控制器 黏在它 但控制器是沒有了Joycon的功能 那些HD震動 那些IR感應器都沒有了 不懂得震動 沒有感應器 沒有得拆動 沒有得拆動 都說 他就很重點 在這裡說 我們再加一個十字按鈕給你啊 那時候不是有一個遊戲 叫One to Switch 要用Joycon 那時候有展示器拿出來玩 是要挑冰的 如果你玩啊 你要玩的話 你要多買一個Joycon 再連下去 就連下去 是啦 那時候真的認我 那時候真的不直接 他呢 還有那些濕溝紙皮箱呢 那時候不是拔掉了兩個控制器 那些 是呀 就這樣塞掉一部機的那些 那些紙皮箱 你現在整部塞進去嗎 你這部塞不到的 我真的塞掉了 你那個真正的紙皮箱塞 我扔在裡面 那公平一點 他售價都是1500港幣 都1500 喂 PSP當然便宜過去 都可以TVO Gameboy便宜過去 都可以TVO 人家就是說 現在這個世代怎麼是TVO 當然是拿一部這麼大的東西 去當手提機玩 這個年代 應該有空Cast 這樣連下去電視給我玩 對比上一部機來說 除了它的Joycon 不能拆 它的HDMI 即是不能TVO之外 它說有優點 它的優點 就是它的螢幕小了 由6點 技術我忘記了 到現在5點5寸 6點2到5點5寸 你說它有優點 它的優點就是6點多寸 變5點小的螢幕 方便攜帶 人家說 仍然保持到720p的解像度 即是DPI高了 畫面清晰了 以前的人 每個人都說 那部SweetTrack 就很方便到處攜帶 現在你跟我說 差了這1、2寸之後 就說 方便攜帶了很多 還有 你不如再細一點 3寸螢幕 放在副檔裡面 還有它們非常抱怨的電量問題 它現在就說可以玩薩爾達 可以玩到幾個小時 4個小時 它比之前多了半個小時 你轉3寸螢幕 不要搞那麼多 這個數字可以再大一點 它還有很多星星下面的附例 例如它說 即使無法支援手提模式的1、2、Switch Super Mario Party Nintendo Robot的機械套裝 那些紙皮 你只要另外準備這個Joy-Con和充電器 亦都可以遊玩 遊玩這個遊戲軟體 其實 你 你閹了這麼多東西 如果你去過1,000頭 我就可以 如果你的價錢是差很遠的話 你去過1,000頭 1,000頭 我可能就不會這樣笑 但我才聽到1,500 就真的可以 我覺得 有一點而打過 我個人 我個人原本是以為 你就算不是Switch2 你出一部這樣的手提機 我都以為你是由PSP到PSV PSP都有系統的提升 它現在沒有 當它是3DS和2DS的東西 那我也沒有遇到你這樣 但是這樣說 當年是剪掉了3D功能 不能接 變成可以減價錢便宜一點 其實2DS我個人不是太 我好像不記得有沒有笑過 但其實我當時想心一層 我覺得是講得通的 因為3D功能 合理的 你還可以做一個剪輯版 你真的很厲害 還有剛才我們說過 它新機的Switch Lite 賣1,500元 我報一報價 Price.com 現在做一部完整的Switch 賣2,080元 只欠5塊錢 你什麼功能都沒有 是原價 2,000多元 不是原價是2,500多元 欠1,000元 但現在的普通Switch 已經要去到2,080元 那你如果以這個時刻的消費者 當然不值 但假設這個時刻 我假設它好像這部這樣跌 跌5塊的 變成1,000元 我整件事沒那麼微妙 等你跌了再說 其實如果你 但你不能用官方售價 來當作你的策略 你的機器會跌價是其他因素 而影響 譬如我所說 有些旗艦手機 你像LG 你形容它插水插到什麼 用中階機價錢 買到一部高階手機很爽 但這個不是它的市場策略 這個是它變成了 那你現在這部機器跌5塊 這個市場關係 怎樣也好 你最後我假設真的跌到1,000元 都不是你的定價 如果你一出來說明 我的機器是1,000元而已 這樣我整件事覺得很OK 但你現在出來說明1,500元 還要你在支援遊戲軟體那裡 Switch當然可以玩完所有Switch的遊戲 在like那裡 它故意寫明 所有支援手提模式的Nintendo Switch遊戲 即是你到時呢 你是要轉過那個盒面 看看它是否支援的手提模式 整件事很複雜 那當然 我們又不是老飲粉絲 老飲粉絲聽到這個消息 他們是任客 他們是任記粉絲 直接買了一部Sweet Train 就是preorder 你還買Lite 你直接要有那部機器 即是今年老飲的主題就是CatCost 即是你想想想 除了這部機器之外 即是那部Pokemon 是剪掉了Pokemon 即是整年都是剪掉了東西的 不如試一下Mario剪掉了 Luigi 剪掉了Luigi 人家可以說是為了製作更加高質素的東西 即是我來說我真的覺得like沒有吸引力的 我亦都不知道 既然原本那部Switch 對比起Switch 功能性是這麼近的話 你like有沒有更加很便宜 亦都沒有功能上的提升 那我真的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吸引 我那句 官方定價1000 我覺得整個時候OK 你現在1500 然後如果是要等市場調整 才令它變回1000 那不是 就是你的機器令到價錢多不穩 就不是你的策略做得好 我覺得這個策略很奇怪 嗯 那我剛才提到這個Pokemon 其實都會引去下一個題目的 Pokemon的新作這個劍盾 它也好像有專用like版的主機 好像11月投出的 那大家Pokemon粉絲就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今天要說的是 劍盾的有關新聞 其實在E3公佈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些很令人 微妙的一些消息 是 那因為劍盾的那時候公佈 就是可以把Pokemon Home 這遊戲的一些精靈 轉移到劍盾的那裡 那你覺得OK 那你可以把那些精靈放進去 但是公佈的時候 用詞就十分奇怪 就是說 只有該作登場的精靈 才可以轉下去 嗯 就是說 現在這隻劍盾 就有很多Pokemon 差不多 就沒有了 那當時呢 大家的粉絲就馬上去Twitter問清楚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真的沒有了幾隻 甚至是怎樣 但是官方也都沒有認 之後呢 就在Twitter上 就直接就說 並不打算收錄所有的Pokemon 嗯 原因呢 大王你猜是嗎 他就打不夠位嗎 他當然不會這樣說 哈哈哈哈 我只有這個原因 只有這個 那他的解釋呢 就是說 為什麼沒有 因為現在其實 沒有記錯 應該全部的Pokemon 應該有八百幾隻 嗯 他就說 已經去到設計來說 都差不多近千隻了 嗯 為了支援新的遊戲平台呢 恐怕呢 又要做些新的模特兒 他就說 也都要考慮這個 對戰平衡的問題 所以呢 就不會收錄所有的Pokemon 哦 就是怕Bug 所以割掉這些東西去 不是Bug來的 就是怕平衡度錯了 所以割掉這些東西去 就是學了遊戲王 那樣就割掉舊卡 但是 大家呢 就拿回 我本人呢 就不是這個Pokemon的長期玩家 嗯 有些人我看到 舉例例 例如XY 他都可以包含了大部分的Pokemon 因為 XY那時候是第二 好像第一次令之前 都有做這個Mega進化 那時候是直接要改好 所有Pokemon的形態 他都做到 嗯 第二樣大家就是說 你改什麼HD的畫質 這個什麼理由呢 你看看之前那些 你那些Model 是HD來的嗎 現在說Light有多少寸 5.5 5.5 幾個P 720 有720嗎 有720嗎 他就說 哦 我記錯了Vichard 哎呀不是啊 你等我一會 你跟我說兩隻HK嗎 高質素 我很記得當年看Pokemon的動畫 人家那句很有名的東西是什麼 Garlan Catch Them All 沒錯 DQ了就不算我了 我叫你啊 不是 就是你捉不到那些 那些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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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捉那些就不算 我明白有些人 就不是為了捉精靈的 就是為了一些新的精靈對戰 或者新的系統 但是 你既然是一隻 由初代起 就是為了收集所有 寵物小精靈的遊戲 嗯 你跟我說 沒得收完的話 你跟我說這隻什麼Pokemon 真的嗎 因為玩收集的遊戲 你跟我說 我收集不完 那些東西 如果你的理由 你真的說得明白 我的餅帶 是不夠不夠裝的 我還說得好一點 我還說得好一點 就是你會覺得有少許擦大 你會覺得 那沒辦法 就是都要看 有人回家時沒辦法 就是正如以前的遊戲 要分機就怎樣 這件事很麻煩 但是你說明不夠 大家明白 對嗎 所以 我就算沒有玩這隻遊戲 我也覺得他們很疲 我不知道聽眾 有沒有玩開這個 Pokemon的系列 但是 我以前真的會去 就是你想想 以前會 特意捉一些 閃的精靈 一些 例如捉 夢夢 超夢夢 那時候很多人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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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懷念 我檢查了Wiki 他就說有720P 哦 好估計 算了 那 我會覺得 你這樣的處理手法 是 我不知道這些粉絲怎麼看 我覺得很實在 那些粉絲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 那更加說 他現在正在開發另一隻遊戲 他說 他正在開發另一隻遊戲的畫面 比Pokemon更加好 那些人就說 你究竟 這個批圖這麼賺錢 你究竟用這些錢去哪裡 我以前好像Microsoft 最重要就是一些東西 我今代初 就剪掉了一些東西 下代擺出來 就說 我今代 加入了多少內容 他不是想玩這些東西 到下一隻就說 我現在就整整個Pokemon 給你 那我不要這樣玩 我不能知道 我不能知道 就是你學了Microsoft 那些東西 我希望聽眾 是有開玩這個 寵物小精靈的系列的話 可以 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怎樣 你會不會 你可能說 都沒什麼所謂 真是我比較質重 舊的也有去 就是 主角最重要是新的一些 如果大家對這個 topic 有什麼感想可以分享一下 跟吹水區留言 我們今天的科技集稅 內容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這集節目 下一集會繼續為大家送上科技新聞 科技測試和電玩新聞 大家有什麼想說可以上回我們的Facebook群組 YPR綜合吹水區 記得點讚我的Facebook page 也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有什麼可以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收聽這集節目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